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這件在九年前審完的案件 而我和梁寶榮先生的對話 是十五年前的對話 在我宣佈參選之後 才會有人拿出來質疑 我不會去找或者去利用 任何其他人的黑材料 我也不希望自己成為被搞黑材料的對象 希望這場選舉是君子之爭 大家比較理念、政綱和能力